好了 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又匆匆的过去了 那么刚才呢 咱们通过前面的四道题目 一起来学习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公式 平方X公式 A方-B方等于A加B的和乘以A-B的X 包括它的正用还有逆用 咱们同学都需要足够的重视一下 好了 那接下来同学们跟斯大海老师进入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公式的学习 它叫做平方和公式 哎 有同学想了 老师你不是说我都猜出来了 你看平方X是A方-B方 那平方和就是什么 A方加B方 那A方加B方等于啥呢 很不幸啊 同学们 猜错了 咱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平方公式 可没有那么简单 就两个数的平方做和 它是一个这样的形式的平方 我们才是有公式的 那就是一方加二方加三方 一直加到N方 请注意 一定是从1的平方开始 而且一定是若干个连续自然数 它们的平方求和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N乘N加1乘以2N加1的和 最后再除以6 比如说如果这个N变成了6 也就是我一方加二方加三方 一直加到六方 那它就应该写成什么形式呢 最后等于6乘以6加1的和 然后再乘以2乘6加1的和 再除以6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第二公式 平方和公式 先看一下 了解一下 那我们可以说老师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对不对 别着急 马上我们通过下一个故事 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公式的存在了 好 话说呀 这个公式可不是大海老师这个提出来的 对 人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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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在古阿博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人呢 这个一心呢 都这个做在这个数学研究上 对吧 都穷的都吃不起饭 穿不起衣服了 对不对 但是仍然直直不见的 不对 叫做直直不见的 来进行数学问题的研究 但是呢 在那个时候啊 古阿博人的数学水平呢 可没有像咱们现在这么厉害 这个一方二方三方 遇到N方对他们来讲 是跟天文数字一样 不会做的 你能明白吗 但是呢 古阿博人很聪明 咱们都知道 平方是什么意思呀 是两个一样的数相乘 所以他就把这个式子 写成了这样的一种写法 一乘一加上二乘二 加上三乘三 一直加到N乘N 这能理解吧 同学们 可是呢 这个对他来讲 写在这儿 对于我推到这个最后的公式 有帮助吗 也没有啊 我哪知道 我把它算出来 可是最后N乘N 谁知道是多少啊 对不对 好 别着急 我们再想 既然用到乘法不行了 那怎么办呢 再往下退 咱最早接触的是什么 加法 对不对 那同学们 大家老师要考虑你了 还记得乘法的定义 是什么来的吗 这 这 加同学很流行吧 乘法的定义是什么 是若干个一样的数相加 对吧 这数叫做乘法的定义 所以这个一乘一 是不是可以看成是 一个一相加 二乘二呢 两个二相加 三乘三呢 三个三相加 那一直到最后的N乘N就是N个N想加 能明白的吗 同学们 好 马上 那位古阿波人 马上想OK 那我就立刻转化成加法的形式 那就是一 加上两个二 三个三 四个四 一直到最后的N个N 那当然了 在那个时代呀 还没有纸张的出现呢 所以呢 这些东西呢 他当时呢 是抢 我说我在地上滑了滑了 可是这样不保险 对不对 万一刮这封 杀神报意来 刷全吹没了 所以呢 他准备了一个三角形的石板 知道三角形是什么样子的吧 是这样子的 他把它刻在那上面 刻在上面 那刻完之后呢 就像这个样子的 一 二 三 最后一行 就是N个N 那明白了吧 可是刻完了之后呢 这个古阿波人 对这个石板 像大老师那样 苦思冥想 很久 还是不知道怎么算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古阿波人 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决定 那就先放到一边 不管他了呗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以前 以后考试的时候 也希望大家老师 希望同学们 能够掌握一下技巧 当你翻译道题 想了很久 实在想不出来了怎么办 先放到一边 别着急 我们去做做其他的题目 或者做做其他的科目的学习 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回来 说不定灵感就出来呢 不要跟他一定要较劲 就要是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甚至一天 对吧 咱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能明白了吧 好 这个古阿波人 把这个石板放到这了 然后反正觉得 想半天想不出来 先想想别的事吧 你看这个奇迹就出现了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呢 他这个儿子呢 这个在外面玩够了 就回来了 还特别开心 蹦蹦跳跳的 结果呢 你这个石板呢 这个三小型的石板呢 这个古阿波人 往收起来了 就放在院子上 儿子特开心又没看见 然后砰 一脚就装上去了 哎呀 像大家老师这样 疼了半天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他不光疼 这个石板其实也疼的 因为被他儿子 怎么样呢 给撞倒了 哎 这个时候古阿波人 听到外面有句响啊 赶快出来 发现石板变成了 这个样子 能看得出来了吗 被转过来 转过来 变成了这个样子 马上 他的灵感就出现了 三角形 大家想想 三个边 三个角 对不对 你看一是不是 在这个角待过了 被他儿子撞了一下之后 是不是在这个角 又待过了 那马上他想到了 那你还应该 在哪个角子待一下呢 左下角 左下角 立刻就变成了 这个样子 又转了一下 变成了这个样子 好了 那接下来 大家不要忘了 这毕竟是一块石板 是不是转了三次啊 然后把这三块石板 重合在一起 奇迹终于发生了 我们看 第一行 是不是就是一个数 前面是1 后面两个是n 重合在一起 相对数相加呀 那是不是就是 2n 加1 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咱们看第二行 第二行每一个三小型石板 是不是都有两个数 咱们看相同位置的 左边这个 这是2 这是n 这是n-1 告诉我加完是几 2加n加n-1 2 2n加1 2n加1 好 看第二行的右边位置 2 n-1 n 还是什么呀 2n加1 也是2n加1 第二行是不是有两个了 好 那同学们马上看看第三行 相同位置的数加在一起 3加n加n-2 还是 2n加1 3加n-1加n-1 2n加1 3加n-2加n 2n加1 第三行相同位上的三个数加在一起 是不是还是 2n加1 那第三行应该有几个2n加1呢 三个 有三个 那依此类推 第四行应该有 4个n加1 第五行有 5个n加1 一直到最后一行应该有 n个 2n加1 那把它们加在一起 一共有多少个 2n加1相加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一直到n个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求出了 这三块石板 重叠在一起里面的 所有数的核吧 但是我要算的 是不是只是其中一块石板 再除以 三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它最后变成了什么样子的形式呢 每一个 每一行对应位上的三块数字 加在一起 是不是都是2n加1 第一行有一个 第二行有两个 到最后一行有n个 加在一起之后 三块石板 只要一块 除以三 是不是就可以了 1加的n 同学们还记得是什么吧 等查数据 等查数据求和 那就是n乘n加1的核 除以2 再除以3 整理一下 就是我们最后的公式了 所以 一方加二方 加三方 一直加到n方 从一开始的 若刚个连续自然数的平方求和 就等于 这个形式了 而这个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第二个公式 平方和公式 同样的 请你先把它记下来 好了 各位同学 休息的时间结束了 好 同样的 先回答 或者完成 大安老师刚才布置的任务 来给我背一下 刚才的平方和公式 一方加二方 一直加到n方 等于什么呢 不能看 不能看 快点告诉我 等于什么 n乘n加1乘 2n加1 再除以6 很好 有同学估计 已经刚才看到了 是吧 太丢人了 失误了 一方加二方 一直加到n方 等于n乘以n加1 再乘以2n加1的核 最后除以6 就可以了 好 那当然了 大安老师 还是希望咱们各位同学 真的是自己把它给背下来的 好了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15方加16方加10提方 一直加到21方的核 太简单了嘛 套公式是不是就直接做完了 好 恭喜你 标准错误答案 就此出现了 同学们 仔细瞪眼看一看 题目当中给的形式 和我们的公式相比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好 同学们 看出来了吗 我刚才在讲 这个的时候 是有特意强调过了 一定是从谁开始 才能有这公式呢 从1到平方开始 而且后面是不是也是连续的 才OK啊 可是现在让我们求的是 从1开始的吗 不是 不是 是从15开始的 能录这个公式吗 不能 不能 对不对 但我现在就会的是 从1开始的 那怎么办 天上 它不是从1开始的 我就把它变成是 从1开始的 不就可以了吗 咱们不老说嘛 画为之为 以之 对不对 那它缺什么 缺1方 2方 3方 一直到 14方 OK 那我就很大方的 把1方到14方 给你 但是咱们说啊 有戒有还 再戒不难 对不对 1到14方 你是要提有吗 没有 你是从别人那 借过来的 所以还是要把它 再还掉 还掉就会在 后面要做个什么法呢 减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 那下面是不是就 套公式可以用了 来咱们简单看一下 最后的解析过程 那就是给出来 借给它 1方到14方 这样就变成了 1方一直加到 21的平方 不要忘记了 还要再还回去 再把那个 1方到14方 减掉 那么这两个括号 都是从1开始的 连续自然数的 平方求和 是不是公式 就可以用得上了 好 最后套用公式 最后可以求得 最终的答案是 2296 2296 好 同学们 那例如这要题 您就说完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公式的 使用 但是在用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每个公式的 使用前提 或者是 要求 否则 那就变成了 乱用了 对不对 好 那最后请同学 要注意的 还是这句话 话未知 未已知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